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獨自升級啦 那試一下的時候啊 神明這邊的抽運確實是好像 真地不錯啊 每一次就是開錄影的時候在抽的時候好像都不是頂好啦 但是 神明的話試一下 因為最近我們這邊不是那個 就是我們這邊的火妹嘛 不是就是加倍嘛 就是有Pick Up啊 但是神明在我們這邊的這個普池裡面啊 終於終於是抽到我們這邊的這個... 火妹了喔 然後目前來說每一個角色就是練到就是我們四等周 好像會開啟我們這邊的額外的能力提升 所以可以用這邊的東西提升 那目前我是先把火妹跟我們這邊的車姐 車海音就是升到一個就是這邊一階了 因為大家好像是蠻推薦這兩隻的嘛 然後再跟大家講另外更爽的東西 因為我上次的抽卡是直接抽到兩個SSR 終於拿到第二把這個... 那個陳哥的這個武器了 這邊是SSR的摸滑書 好不好 這個也是頂爽的 然後目前來說我覺得他的招式還算是蠻帥的啦 他就是有點那個... 有點就是法術 就是法術然後可以把這個... 怪物冰凍的這種感覺的裝備啦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頂不賴的 然後目前來說我們這邊的這個... 第一次的這個活動喔 應該是有蠻多活動快要接進到一個尾聲的這個部分 尤其是我們這邊的特別骰子啦 那特別骰子這邊的話基本上... 欸還沒有欸 還有九天欸 那我講錯了 應該是這個啦 車海音... 這也沒有欸 這還有九天欸 那...但我沒說 哈哈哈 亂講亂講 這邊基本上我們跟著我們這邊的角色都還有九天 其實時間還蠻長的啦 就是... 代表這邊大家應該都還是可以就是... 很好拿到我們就是那個一些獎勵喔 是反正這種就是... 神器的這種的話會比較... 難一點點達成的 不過我覺得就是... 慢慢玩就還行啦喔 好 那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邊的這個... 活動還沒有結束嘛 所以大家也不用著急喔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來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上一次我們這個... 一般模式這邊的這個超級熊熊啦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這幾關是都還沒有就是讓他就是在九十秒內獲勝 那這一次如果我們換上的這個新武器啊 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火妹的話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打贏呢 我們就來看看一櫃喔 然後經驗是這個5月19號的時候 這邊有去看就是那個... 欸... 明朝的這個前瞻跟肯尼一起看喔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 到時候5月21號的時候就可以開放提前就是下載 然後5月23號的話應該就會玩啦 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玩欸 因為我自己個人上還蠻喜歡這種就是能夠 戰鬥或是打架的遊戲 如果你們會玩的話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那因為我一天的話基本上都可以更新蠻多遊戲 而且我基本上就是玩的遊戲還蠻多的 所以... 應該可能就是... 如果到時候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獨自身級 還是打起來蠻爽的話 我還是應該還是會繼續就是... 玩獨自身級 因為目前來說我的元神跟這個崩鐵啊 已經交給那個... 姚哥去玩了 因為他最近那個元神跟崩鐵玩的很兇啦 所以我現在是比較沒有一些... 大的遊戲要去搞喔 所以目前來說應該是可以玩就是明朝跟我們這邊的獨自升級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兩款的話還算是不錯 而且獨自升級其實說真的就是... 玩起來這個感覺是還行啦 就是慢慢當上培養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 抽卡的這個機率啊 我只能說他在定鬼有定跟沒定一樣 所以我們到時候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本書讓他全部冰凍了 所以這個SSR的書是真的蠻爽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明朝那邊的這個部分 那剛剛已經有去看了就是差不多明朝的話 他好像是... 初期的時候好像蠻多一些自選跟一些東西的 所以是可以讓你就是拿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所以那種遊戲的話可能也不是... 需要就是... 太去刷首抽了吧 不過還是要以就是... 到時候開服的時候來定吧 結果如果不需要刷首抽的話其實就... 省下很多的時間了 因為當初我玩這個... 獨自升級的話基本上也是... 花了蠻久一段時間就是去刷首抽了 因為要刷那個什麼妖刀嘛 結果後來是刷了兩隻這個... 車解之後就放棄了 我們這本魔法書其實還蠻爽的耶 因為這本魔法書的話它會有那個就是... 它會讓它冰凍 就是會讓我們這邊的這個熊頭他們結凍 這真的蠻爽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你讓角色結凍之後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是蠻舒服的 所以感覺好像也不一定那個... 一定要用到就是那個嘛 一定要用到我們就是那個 你看這個 直接冰凍 太爽了各位 這本書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沒有就是去看太多的那種攻略文章啦 但是我是看大家就是想說什麼好像是... 蠻推薦就是拿那個我們那邊的那個妖刀了 但是我覺得魔法書的那個冰凍是真的蠻爽的耶 就是如果你要... 你要完成一些就是... 授集的一些東西的這個... 條件的話 這本書 它直接可以讓那個... BOSS他們被冰凍你直接一個爽爽弄 然後你又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重新就是那個... 欸完了! 在90秒內勝利又沒有了 啊哭哇 輸出不夠啊 我要改... 我要改成我的這個... 手動打擊了 我剛剛都沒在管了 我們現在要管一下了喔 果然還是得要自己啪啪啪按一下 不然這個真的是很難達成這樣子 那一般來說你們現在玩遊戲的話 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種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 像我自己喜歡玩這種就是打鬥遊戲的話 應該... 因為我都還是用電腦玩啦 不過蠻多可能觀眾朋友們你們是用手機玩 那手機的話可以... 其實對這種遊戲的這個負擔來說的話就會很大 就是可能你們手機會發燙或幹嘛 所以可能你們比較喜歡玩的就是一些... 比較能夠掛機或是什麽樣的一些的遊戲 那我自己個人因為我都是用電腦在玩就是... 就是它只要有電腦的話 我就會去用電腦來玩它們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能夠這種操控類型的 喔不過看妹子類型的遊戲我也很喜歡 所以像我也是有繼續在玩尼姬啦 那尼姬就真的蠻舒服的 就是每天開一點點時間玩就可以了 就是不會耗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還行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呢 因為... 這個獨自升級跟明朝的那種妹型 是稍微比較相似一點點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 只能選一款的話就看哪一款比較好玩 或是大家可能比較會一起玩的那種感覺嘛 不過目前感覺起來這款遊戲 單機成分偏多 然後明朝的話感覺好像是有那種 就是可以一起打的那種部分 所以這個的話 能夠一起打的部分的話應該會比較... 讓哲平就是那個... 更有那個就是... 更有吸引力 就可以開始直播跟大家玩的 你看有沒有直接冰凍... 哇可怕... 這本書是真的有點狂欸 我怎麼在講 真的蠻舒服的 而且你看... 冰凍完畢之後對不對 你知道嗎... 你就是... 你又可以就是... 你又可以就是... 讓那個... 你的那個... 電腦的那個就是... 自動閃避 有沒有 又更舒服一點點 可是我們現在真的是蠻需要就是... 更多的一些... 輸出手段 快 隱塌隱塌 好 冰凍 然後在冰凍的時候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瘋狂的進行一波輸出 然後... 閃一下 哇 太早閃了 欸 這本書是真的... 有點小爽欸 不是我在講 車姐... 閃避 隱塌 然後我們火妹 有了 你看果然還是得要自己去... 手操一下 你才可以就是90啊 除非就是你真的就是... 克很多金 然後就是自己就是能夠那個 但這種的話我就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 你可以就是... 用自己的一些打法 然後不用一定就是要去克金 我覺得... 有沒有一些就是那個... 不用就是克金的手法 也可以達到就是跟克金一樣的這種 就是我至少... 我可以就是... 我不用克金我也可以玩嘛 就是我不用一定要克金 我才可以就是拿到三星這樣子 我就覺得這種的... 就還行啦 只是... 他的那個定軌真的是... 可以再改一下 但目前來說我覺得這個... 獨自升級這款遊戲 目前來說還是... 還是存在就是... 蠻大的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錯 到時候要看一下 這個5月的第一波這個是... 哲平其他遊戲是沒有讓哲平落空的 不過... 這款也是... 剛初就是5月的時候突然就是看到消息的 我沒有很早以前又... 就是關注 比較關注的是明朝啦 所以我是真的... 希望明朝... 恩... 給我一點刺激 希望是可以啦好不好 希望是真的... 真滴不錯不賴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能不能就是在一樣 這個90%給他打掉 但其實這個遊戲基本上有蠻多一些 就是必須要去挑戰或是那個打的 就像我們之前打的那個大咒術師一樣 那如果平常可能沒有辦法就是玩太久的話 可能就是跟怎麼樣就是把我們一般的那個 傳送門先打掉 然後慢慢累積一些東西 然後再慢慢摔應該就可以了 就還行 不過偏單機 偏單機 來啦 各位 這邊的話呢 我們好像每次都沒有就是... 沒有在那個時間之內啊 當初可能就是那個... 裝備那些差太多了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是... 有在額外升級的這樣 欸 居然沒砍死啊 完了x3 這樣時間可能又要那個完蛋了 來 開一波冰斗 欸 我應該要那個欸 看我開錯了 完了 但這邊有那個... 紅眼熊是在這邊嘛 然後因為我們上市那個另外一個熊 可是又要去另外一個地方這樣 快 把他弄死了啊 閃 引卡 然後這邊再一個冰凍 冰凍完畢之後 再來一個 然後再加一個這個... 我的那個殺手 閃避 哇 太招閃了 完了 沒閃到 這邊是電腦幫我閃的啊 電腦幫閃 而且有時候你那個技能啊 真的不要按太快 因為你要讓他一次發完 因為按掉的話技能讓他會斷你的招啊 但斷招的話可能就比較尷尬一點 就是可能因為 因為我們一開始不習慣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想要就是 一直瘋狂閃遭 然後你可能就會 因此而錯失了就是那個 整個就是那個 最好的一個傷害度 完了完了 90秒內聖命失敗 哇 好像還差了蠻久一段時間的耶 死定了 這關開始就比較麻煩了 好 我們最後來去找一下 我們那個 最大隻的那個熊去挑戰一下 因為 最大隻的那個熊的那一關的話 我好像只有完成一個獎盃而已喔 好 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換成我們這個火妹啊 或是我們這邊拿這個魔法書之後 能不能就是 把前面兩個都打贏 因為我記得另外一個好像是那個 血量的這個問題吧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如果那個 角色等級這些有提高的話 血量那些應該是 不是那麼大的這個問題吧 感覺喔 來看一下喔 39LV 來了 30%以上 然後150秒 搞不好可以喔 我們GOGO走起 那大家現在記者 我們成哥你們有沒有250系了 分別是拿兩把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書是真的蠻爽的 因為他會直接冰凍啦 但是如果論傷害的話 搞不好有可能是妖刀那些比較強 因為我也沒有拿過其他的武器 那鐮刀的話基本上就是他有那個就是 周圍的這種範圍斬擊啦 所以我覺得在打那種就是 範圍小冰的時候應該也是不錯 然後我們這邊再加上這個冰書 冰書確實我覺得用起來也還算是 頂爽的 至少是 可以直接把那個 那個怪物直接冰凍在原地 那你就可以就是 就是稍微喘息一下啦 你就不用擔心就是 因為你開完招式 然後開完那個東西之後 然後你可能那個怪物又回來打你 你可能又要做一波閃避 你直接把他們冰凍應該是蠻爽的 不過現在來說的話 我還沒有就是 打過這一關 所以我不知道這種就是比較大致的 這個boss是不是可以冰凍的 如果是可以的話那應該是 沒啥問題啦 來 走去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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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然後怎麼樣 我有那個大熊來了 殺手 今天我的這個電腦特別盪 是不是那個畫面太刺激了 OK 那個熊你弄死 冰凍 好 掰掰 好 趕快 進到下一框 150秒內喔 各位 大熊來也喔 各位 來啦 就是他 冰熊手裡 之前很快 來這邊會連續射擊 好 閃一下 尹卡 然後這邊加一個鐮刀 然後這邊能開進全開 叫冰了 叫冰了 冰凍 可以 大熊也可以冰 所以你看像大熊這種也可以冰的話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完了 好險我沒有把他全部耗完 上啊 我妹 哇 三連衝 他就是這樣啊 所以才比較難搞啊 來 他是不是要叫那個 叫石頭 對對對 石頭來了 砍爛石頭喔 你看像我們這邊的這個啊 就是 鐮刀的話 他就是一個 範圍的 我覺得就還蠻爽 他就是有 有沒有 有三個人這個範圍 然後先開個大招 能消血就消血啦 各位 別等啦 各位 別等了 終わりだ 沒得閃 打夜的沒閃 有了 完了 我要控招 完了 完了完了 時間在倒數 但是好像可以耶 對啦 150秒內 好像有喔 有吧 還行啦 我覺得 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書 這本書我覺得 以目前來說體驗起來啦 因為還沒有體驗過妖刀 我覺得還算是 還頂型啦 不會太差 不會太差 所以 這本書也是 推薦大家 畢竟現在也沒有什麼SSR武器了 所以是把鐮刀再加上這本書的話 確實是頂爽 而且鐮刀大家剛剛看到了 就是他會有那種範圍的斬擊 所以在打一些就是 範圍比較多的敵人的時候 我覺得也算是頂舒服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能不能就是 搞一點卷子喔 然後來做一個最後的抽抽 我們好像要先把這個打完 那我先把這個打完好了 我先把這個 對付野獸的方法打到這個 然後拿兩張卷 然後做最後的抽抽 好 那這邊的話呢 花了一點時間啦 終於是90了 這邊算是真的 就是全部都是那個技能開到 然後有用那個冰書冰凍到 因為這隻熊會亂跑啊 所以用冰書冰完之後來 就是打這個BOSS 然後技能等下開完之後 發好像確實是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喔 所以這本冰書真滴 蠻推薦的 好 又到了我們這邊 最終環節時間 抽卡時間啦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揹揹揹 雖然我好像最近才抽到那個保底啦 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可能 來吧 各位 梅花要到 揹揹揹 敢不敢 不敢 一技 沒啦 各位 欸 看起來很像 但沒有 好 各位 又是一個難過的一天 沒啦 沒啦 各位 OK OK 這個被劈成兩半 哈哈哈哈